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吧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知道我pull了那个婚照 然后写说这是我占有 然后下面一片 我本来想说是讨论他长什么样 或者是跟我祝福 没有 一片都是帮你挨的 没错 你知道 他结婚这个喜讯传出 我那个微博底下 都是挨红一片 全是偷哥别哭 没有 还有说 叫你改一下口味 改跟我 因为很惨 我觉得我一直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在暧昧他 我为了他连离婚手续 都已经在进行中 你不考虑我的感受 你也不考虑马家辉的感受 这最后一步 我定在五月底签字了 然后结果你就抢在四月份结婚 我就不等我签完离婚手续 我就怕你签下去 而且你今天把婚纱穿来 是刺激我们吗 没有 没有 但是既然你要聊 我们就应景一下 我一向对这个贵节目的服装 我都是很尊重的 而且大家都说 我结了婚以后不敢露腿 我今天还说我才是露给他 对呀 这也是我们观众很重要的 你结婚大家也没什么好处 大家唯一关心的就是 还能露腿吗 是是是 当然能 老公 老公戴伟是吧 戴伟能答应吗 当然能 小露了一点的吧 戴伟就是看你的腿才找上的 是吗 那倒也没有了 应该是看我内涵吧 哎呦 我看台湾报纸上有又婷的八卦 我才知道他原来就不告诉我 只是又婷有一次就是有点凄凉的跟我说 说是那个温涛 我有男朋友了 但是我不知道背后还那么精彩 说是什么 说说说 说他这个男朋友呢 就头一回去说把又婷哪件事吸引了 家伙这个你得学 这是我们的弱项 是 就是说吃饭的时候 哎 认识了 认识了之后呢 他有一个特异的举止 他是最早走的人 嗯 本来大家喝酒不得喝翻了吗 但是人家见到又婷之后说 我明天早上还要练铁人三项 走了 他一见又婷就知道需要练铁人三项 你说 他是故意的嘛 故意掉你胃 我本来也以为 想说这男生可能是借故离开这一个场 他要到下一个兰贵方去喝酒或什么的 所以呢 我就说那行啊 我也不喝这么晚 咱们一块走 就一起走 哎 大家各自回家啊 但是隔天早上他五点传来短信说 我现在起床 我真的要去练铁人三项 我就说哎 这男的 那你干嘛 你说你告诉我干嘛 你去要去啊 因为我在车上 我就一直刚刚讲说 我说你们这些男生 别就是装 装说这个 你隔天要练 因为他是礼拜六晚上 礼拜六晚上九点要离开一个场 然后他回家睡觉 早上 礼拜天早上五点起来练铁人三项 怎么可能呢 我打死不相信 所以你做我的标准 难道是练的程度吗 是有没有信用的程度 很多人都会跟你讲 我要早走 我明天要干嘛 我得工作 我要回去干嘛 就一堆理由 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到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诚信 对 有没有诚信 可是这种人你还嫁 为什么 有人会有情趣吗 说练铁人三项 第二天就练铁人三项 对啊 而且晚上对着一个美女 还一起坐我车 当然是说 不过我觉得这个人很靠谱 当然问你 要不要陪我练铁人三项 我们去厚家 练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扣女 泡妞的这个意图 在第二天凌晨 它就发生了 是 否则的话 正常男女社交 说我先走了 我第二天练铁人三项 然后第二天早上五点 说我去练铁人三项 对啊 所以他也不用 就像你说 他其实也不应该告诉我 可是他告诉我 其实是想要让我印象深刻 类似的事 只有鲁玉干过 当前鲁玉是香港农民的生活规律 他做第二天的早新闻 对对对 我就开玩笑 我说你啊 就是香港农民 日入而乐 西日出而作 对 结果你看他怎么 回我 他早上四点就得起床 对 然后就打个电话 给我说 问他没事 我上班去了 把你照起来上厕所 所以我明白 为什么我输给他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从来没想到 原来这样会让一个女生 喜欢你 我告诉你 假如我是这样 我会怎么样 我真的 在哪种情况 又追你的话 我告诉你 我明天要去念 什么什么三项 然后第二天 我就传给你 我为了你做了一件 我从来没做过的事 我根本没有心去念 因为我整天没睡好 我会这样来告诉你 不是更浪漫吗 不是 你这一套对又婷没用 又婷看的是越傻越好 对 诚信 信好你没有 待会肯定不傻 人家是律师大壮 对吧 将来你看离婚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 我说将来 比如说有什么官司 跟凤凰有什么纠纷 有个老公在背后 承要律师出身 对不对 而且亏了 跟律师结婚 离婚的时候一定亏了 你说 我没有说他 我说一般来说 通常律师结婚那一天 他离婚的合约 已经弄好了 潮离 对 随时就 所以我们没有在美国登基 不过咱们诚挚地说 都是因为毕竟对你心里有个骚动 对吧 所以我就感觉到 我们男的据说 就是说婚礼第二天 感觉跟昨天一样 没什么变化 你呢 我说在一词 一下子 就是说 结婚了 大家都问我说 这个结婚前后 对不对 我以前也会问人家 结婚之后什么感觉 但可能因为我的那个婚礼比较长 就是我在四月初有一场 然后四月底又回台湾 再摆酒 所以我感觉像是个巡回飘影 听说现在还在婚礼中 接下来还一场 没有 这最后 总共是三场已经结束了 但接下来还没蜜月 所以我到六 我现在马上回来工作 所以 而且我的假期 因为为了要集中 所以我等于回来工作的时间 我周末都在上班 只要一回来工作 就是满档的工作 然后再去放 两个礼拜的假去结婚 然后再工作 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是忙乱的感觉 你把这个婚礼搞成了 凤凰台庆的感觉 北京一场 香港两场 还有马来西亚的那一场 但是费用是哪家出 就是有能力者付出 版权都卖给网站的 好 那么更敏感的问题来了 他们家有钱 还是你们家有钱 这我不知道 或者个人收入 他挣得多 还是你挣得多 这个我们现在财务独立 挣得挺好 我最感兴趣是什么 因为偶尔在节目 听你讲到你母亲 你母亲 你对他来说 卢猪卢宝 把女儿送出去 他当时是 你们怎么说服他 这是丢了他几个衣给他 没有 第一我妈一直都蛮喜欢他 觉得他比较阳光一点 而且我妈 我觉得我妈 我才跟我妈讲说 我觉得他 虽然说是让我独立 一个人在香港 然后从小到大 我都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但我觉得我妈在背后 应该有个就是小人 就是那个小人是竹又婷 然后他就像 傀儡般的指挥我 因为我妈以前 就是我找过很多男 各式各样的男朋友 这个时候不能说很多了 已经结婚了 都结婚了吗 就过去是 我都这个年龄了 对 讲没有太假了 然后呢 我妈就一直都说 我交过什么导演 然后呢 也碰过就是上班族 什么科技新贵老板也有 但我妈都不爱 不管他多有钱 多帅多高 同妈都不要 然后我妈就跟我讲 说周庭 你应该要嫁 有一技之长的人 老板没有一技之长吗 他认为那不叫一技之长 他一技之长 就是有证兆的 所以他说 你应该叫建筑师 或者司机 你应该叫医师 司机也行 然后还有律师 专业 对 他就给了我这几个选项 然后呢 我想说 怎么可能在香港遇到 医师已经很难 我们这个行 然后呢 建筑师在香港 我从来没碰过建筑师 然后律师在香港 我就觉得 好像都比较骨头 就是铜臭会重一点 所以呢 我想 怎么可能碰得上 谁知道碰到他 我想说 是我妈派来的 终于碰到了一个 没有铜臭味的律师 但是他有铁锈的味 因为他要当铁人三项 没关系 咱们分享一下 嘉惠 你都没看到 咱们没有在现场 咱看看人家又停的 这是台北场 瞧瞧 这个老公 我觉得可以 他一看是个乐观的人 开朗 你看整个脸长得 往外 辐射 是吧 这么一个很开朗的面相 哎呦 嘿呀 其实这些照片 不是我事先拍的 我们两个没有拍任何 就是他们叫 你们叫婚纱照 我们没有拍 这是在冲绳吗 对 这是在冲绳 就是当天拍的 就当天的十几二十分钟 都控党拍的 你说他是律师 其实我看着也像老板 哎呦 他真的不是 我看起来像跑步 这也在冲绳吗 这也在冲绳 哦 你看上报纸了 又停冲绳叫他 天驾 律师 而且呢 就是这个英文也好啊 你知道最让我气愤的是 他在我的圣地向你求婚 你的圣地 纽约中央公园 他赶在那 向他求婚之后 又停我都看着 抱着 当时也露着腿 是吗 穿着短裤 对 然后他就说 我要嫁给什么 不是 我要嫁给又停 就是说 就是什么 他的求婚 其实是蛮 蛮他的啦 就是说 第一他先打架给我妈 所以 我比较晚去纽约 所以是他先飞去纽约 然后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他打给我妈 所以他说这样的话 我妈就没有机会告诉我 说 David可能要求婚 因为他知道 我跟我妈是无话不谈 然后等到我landing了以后 隔一天 我们就去中央公园 这是本来的行程 所以我就穿得非常的轻便 我穿个吊带裤 我就 就是吊带裤我就去了 然后他倒是那天出门的时候 还跟我讲说 我要不要穿皮鞋 我要不要穿衬衫 我还说你去公园野餐 你干嘛穿什么衬衫 你当时意识到 有点感觉 一点也不知道 因为过去几个月的他呢 就是呈现一种 就是我过我的生活 我们甚至还为此 有点点小矛盾 我还曾经说 你到底 去不去 这样子 就是你怎么感觉 就是整个人 现在还是很单身 这样子 所以呢 我根本没有感觉 而且我们去纽约 纯粹是为了 另外一个朋友的婚礼 所以这个行程 也不是他为了 我们两个特别安排的 所以我们就 所以我完全没有 防备的情况之下 我就去了 然后呢 他就坐下 等到我们找到的地点 坐下来了以后呢 他就突然间拿出戒指 然后就先讲 开场班 就是他跟我妈妈讲电话 然后我妈妈大哭 然后说希望他好好照顾我 这样 那当然我已经哭了 然后接下来 你就想象 他可能会什么 你要不要嫁给我 Will you marry me 什么的 没有 他就这样 怎样 够大吗 够大吗 怎样 然后我就 怎样怎样 他就怎样 这是在台湾混过太饱的吗 你要怎样 当然就怎样 那你当时怎样 但我就 因为他 其实有一点点 眼眶含泪了 所以我想他是 他本来就不是个 善也词 虽然他是律师 所以我就想 我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是非常他 非常David的一个求婚 所以我就说 OK 我也没有说yes 然后OK完了之后 就亲嘴 是吗 OK完了以后呢 我就说 赶快擦眼泪 我们俩赶快擦眼泪 因为在中央公园 然后呢 没有人理我们 然后纽约人不会理你 旁边在干嘛的 那也没保安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 一人一直照相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不要再哭了 有人在照相 我说很丢脸 哇太火了 是吧 狗仔队跟到纽约去了 没有没有 就他就说 哦 这是我请的摄影师 哦 所以我就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求婚还 因为他怕整个过程 结果我们两个人 就以后没有人知道 发生什么事 他就请了一个摄影师 从头到尾算是跟踪我们 这样 不让我想看 可能作为正名 我听我们公司讲 这男孩子很会说话的 但是我也英语不好嘛 这就说婚礼上 这男孩子申请款款 跟我们又听说 说我们这个结了婚啊 你让我变成一个 Betterman 我说真是练铁人三项的 还要当什么蝙蝠侠呢 Bett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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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又婷的喜悦啊 咱们这个也不要一集都聊完 在以后这个漫长的节目里 咱们还是可以咬着后操牙继续分享 对吧 这个但是当然我们这个节目 它是胸怀天下 我们是以己推人 我们对又婷逼婚成功了 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人 他们还在承受着逼婚 是 对吧 你有没有给他施加压力 你说我给男生施加压力 你是逼他向你求婚了吗 我没有逼了 但是我想他有压力是真的 但我真的没有逼 因为我觉得逼来的也不是你的 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 他可能就这几个月 他好吧好吧就做这件事 可是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总不能三四个月后反悔 所以我就是没有逼 但我逼了自己倒是 女人最可恶是这样 明明逼了 因为你自己刚才说 有一阵子有矛盾嘛 就说怎么样嘛 到底娶不娶这样 他就感受到那种逼婚 但是这个情况 你只能开头 你不可以持续 就是你可能偶尔 我必须要承认 我这个情绪控制不住 对吧 所以就是偶尔 我会来了一次 但我后来就真的 所以我说我逼我自己 我逼我自己 要按耐这种 逼婚的冲动 对 真的 因为你觉得第一 我就说我要告诉自己 说这逼不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逼了 就是这个关系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逼我自己什么 我就想告诉自己说 好 如果他就在几个月 在几年不求婚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就开始有 个人单身计划 真的 我要搬出去了 然后我想我可能 还在凤凰多久 真的 我就开始想这些事 然后就分散我的注意力 这样以后他很轻松 他就比较可以 就是有个空间 然后之后他就比较愿意 那讲完结婚 讲洞房可以吧 后面的部分 不是说前半部讲结婚 接后讲洞房 现在还有什么洞房啊 没有啊 早就无照驾驶多年 要不刚才 你没听到刚才说搬出去 从哪搬出去啊 这方面你倒开放 结婚方面你很传统 我们住在一起的时间 就只有两个月 就是反正很多原因 就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跟我讲 说他会求婚的 所以就两个月 但是还是违反了 我不想先同居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才说我比较焦躁 就是两个月 你也可以了解 两个月期间 他还每天铁人三项吗 铁人三项 早上还是五点起来 当然要务必 长地不一样 长地不一样 不需要到外面铁人三项 楼在房子里 就是这样 我现在跟你说 又停啊 他这个逼婚 有他的道行 但是你知道 最近啊 这个北京地铁里 都出来了 这个反逼婚的广告 你可以看看一个照片 这是广大 这个青年 女性的 这个 你看 逼婚 退散 我的人生 我做主 什么什么 今年什么 就别逼婚 然后 亲爱的爸爸妈妈 别担心 世界那么大 人生有很多种 单身也可以 很幸福 单身也是好青年 传递单身正能量 你知道 欢迎拨打单身自在热线 我怕这会变成什么热线 对 你知道他们一开头 本身这个词写得更狠啊 但是北京工商部门就没有批准他们那么写 他们就写啊 逼婚就是耍流氓 后来没通过 但是没通过的原因更有意思 我发现北京的工商部门呢 比咱们的这个检查部门还 还有意思 说 倒不是因为你们说逼婚就是耍流氓 而是你们这句话里边有逼这个字 这会引起别人认为是在说粗口 我说这哪跟哪 不让他们这么弄 就是说这个 现在最近的一个权威的调查 就发现这个压力大到 我知道台湾人很难理解 因为我还专门问过台湾的焦雄平 他说觉得很奇怪 对吧 都是中国人 他觉得台湾青年人没什么逼婚的压力 所以香港人可能也理解不深 最近的一个权威调查 大陆的这个适龄 婚龄的这个男女 竟然有70%到80% 就是感受到受到这个逼婚的压力 而且最近在网上热传 一个27岁的女性 真假难辩啊 但是一个27岁的女性 这个跳楼自杀了 跳楼自杀 因为被逼婚了 留下遗书 我觉得这个真假难辩 但是遗书可以念 我30了 从20岁开始被逼婚 逼到现在 除了我的父亲 几乎所有人都从劝到逼到骂 女人读书干什么 创业干什么 一天写那些破文章有什么用 女人就是要结婚生孩子 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女的 还不如去死 如果是个直男癌 这么骂我 我不会怎么样 但是这么说的多半是亲朋好友 在他们眼里看不到我的好 只看到我不结婚 就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废物 说女人一旦30就没有价值了 跟菜市场的菜一样 早上10块 中午5块 晚上白送都没人要 我相亲了 就被逼相亲了 见过残疾人 相过五六十岁的老头 有坐过牢的 有家暴使的 有时候也很压抑 深夜受不了就大哭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不偷不抢 自己养活自己 活得开心健康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社会可以变得友善一些 不同婚姻选择 不同性取向和不婚的人 可以多受到包容 希望在天堂里永远不要有逼迫和歧视 这个事情传得很广 到底是不是跳楼自杀 真假难辨 但是这种感受太熟悉了 无数被逼婚的 因为我听很多学生 内地来的学生跟我讲类似的情况 还有一个女学生跟我说什么 她最后怎么样解围了 她拿一把菜刀捅着自己的 真假那么激烈 对啊 她就逼啊 父母亲啊 整天在你旁边捞刀念 她说捅着妈 你再讲 我就戳下去 一拍两散 她说后来她爸阿妈有一阵子 大概半年吧 就不再逼了 半年之后重来 我听很多 然后可是我每一次听啊 我觉得我没有慈悲心啊 不够 我都不太能想象 哎 她能用什么手段来逼吗 你成年人呢 你不要管她嘛 我跟你讲这个程度啊 这个英语 因为这个有了一个词叫什么 Falst Falst Marriage Unit Falst Marriage Unit 逼婚处 对 你知道吗 英国成 外交部和内务部和内政部 成立了一个就这个处 因为你这个逼婚处 主要的服务对象是2000万亚裔的移民 保护他们不受逼婚的这种绑架 你说就已经就说就说在他们眼里 就中国人的父母的这个逼婚啊 以大陆为主了 就已经到了一个冷完全是冷暴力的程度了 就完全就说你像这个有的女的啊 一回家就没法干别的了 就是说这个他妈就跟他说 你看咱们家小狗都生了一锅子的 你怎么还没结婚呢 是吧 说妈妈你看我用这个口红好看不好看 好看有什么用 也没有男人看得上你 就这样啊 对对对 没法过了 但是我自己经过了半婚礼啊 这样子一个过程 我在中间不得不告诉 就一直告诉我那些没有结婚的朋友说 别办婚礼了是吗 不是第一别办婚礼 第二件事就是单身真好 就是你应该是说人的一生很长吗 但是你单身的时间就就这些了 就是我就说你应该要把握单身的时候 因为很多事情真的还只有单身的时候能干 比如说 光是 我跟妳讲 光是婚礼的过程呢 我一位前做决定都一个人 你像他们在主播台上 是三秒钟你可能要做一个决定 下一条讲什么 然后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太习惯这样的思维逻辑 而且什么事都很快 我又没有耐心 可是婚礼的过程 你不是只要问对方 你要问对方的家里 问我爸妈 再问婚雇公司 这样好吗 那样 我一个决定要问十个人 我光想这个 我跟你讲 我妈说 你结婚后最不适应什么 我说最不适应就是 我什么事情我都得问十个人 我得在意十个人的这个过程 这过程如果跟我不一样 我还得沟通 沟通 我说这太没效率 我的人生有 怎么浪费在 就是跟你们这些人招待上面 当然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学习 但我说在你还没准备好 踏入这一个 这一个阶段之前 真的单身真的好好好 也不叫单身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结婚和同居有什么区别 就这个区别啊 同居是自己的事 结婚就不是你自己的事了 那你假如不问 他们 他会说不听 他们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们明白结婚啊 就是我变成我们 听起来很温暖 因为我刚听又婷 描述她结婚那个情况 我也觉得蛮温暖的 所以我决定离婚之后 还是要再结婚 本来以为离婚之后 不要结婚了 我觉得你蛮好玩的 可是你 问那些人啊 我尊重她 或说让他们feel good 感觉良好 可是我可以不听她 压力来自哪里了 压力来 就是第一 你就不理她们了 先去一下广告 好 婚纱广告 又行带来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看看 女人觉悟的时候 总是太晚 为什么结婚前不想明白呢 没有 我是觉得 好险你要有这一段时间去 你要彻彻底底感受一下单身的一个感觉 另外还有就是我 因为我很晚婚嘛 所以在这之前 我的确也有遭受到社会的逼婚 我跟你讲 光是公司排班 又给你周末多上点班 为什么谁谁谁不能上一下 我周末也要出去玩 不行人家有孩子 人家有老婆 有老公 你就 这是脏话下去 我单身该死吗 就那种感觉 没错 所以我意思是说 这不是只有家里 就是说社会的确给我这些压力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 你就得面对 就说就像老板会给你一些工作的压力 这些东西不可能说 老板我不要你这个公司 我就走 就是说你爸妈也会给你 不管任何方法 但是这应该是一个叫直视面对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逃避 你就会觉得它是压力 你只能就是不停的一而再再而生的说服 我觉得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练就成一个女性 练就成一个能够面对逼婚压力的人 那你以后在婚姻里面 我觉得你很多能力都有了 就是你以后也要逼孩子的压力来 我觉得你呀 你逼孩子还有逼上民生的压力 你将来生了女儿 你就是个逼婚的娘 我不会 一定会的 因为你 为什么 通常我们看太多个案了 你妈妈我差一定是那种 很关心你 甚至有时候会有些 稍稍控制狂的 所以女儿一定像妈妈的 你到时候到了一个年纪就会 反正你赶快生了 可是我妈 我不是在帮我妈讲 但我妈是所有人里面 唯一告诉我说单身没关系的人 所以大陆的妈妈应该学习台湾的妈妈 真的 我有时候觉得 这可能是大陆的父母亲的某种强迫症 它是一种强迫症 她被植入了一个模式 就是她人生如何能完整 那么她觉得 我得看着孩子 生了孩子抱了孙子 然后我就能闭上眼 其实这是自私的 因为那么爱 怎么会把孩子逼到这个程度 一定是因为她要不这样 她自己就觉得 她这一生不完整 不完整只活了一半 还有就是上一辈是不是婚姻都太好了 我都没有离婚 所以她没有感受到那种不幸福的感觉 所以她会觉得 你也要跟我一样啊 可能倒过来啊 她担心独生子女一个人终老 她爱你 是 我也担心我女儿啊 以后我死掉 她妈妈死掉一个人 孤零零 所以就希望她 当然会必了 希望她